在花蓮慈激醫院主導 除了六家慈激醫院醫師 和護理人員參加 衛福部長官們也都特地出席 分享的主題各專科都有 醫學研究報告詳細有條理 這一點就是沒有什麼距離 不是兄弟姐妹 而且不會保留 很多都是跟大家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成長 一起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結果 而且可以聽到很多 其他科的領域的 這個在我們醫學會裡不容易 你可能就聽到你自己的 很窄的領域 但這裡可以聽到 其他領域的進步 所以我是很興奮來參加 慧中也頒發獎項 肯定醫生在學術研究上的努力 醫師肖仲凱在身心醫學科 將病理原因整合成數據 有助臨床經驗 可以鼓舞到更多更多 我們慈激裡面的這些 醫療置業體裡面的人 就是肖醫師都可以獲獎 所以我覺得我事實上也是 與我榮焉 事實上也是值得獲得這個獎項的 醫學講座開放給民眾參加 專業與實用堅固博受好評 兩位醫師他們就是用 比較深入淺出的方式 點出一些稍微對醫學 有一點背景 但是又不是很了解的時候 會打破他們一般的一些觀念 兩天活動人人都有收穫 明天將由台北慈濟醫院主辦 繼續延續六院合一的精神 大愛新聞 真正美志工花蓮綜合報導 美國志工課程第五天在